哈囉大家好 歡迎蘋果妹的頻道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像我一樣 有個時間管理上面非常嚴重的問題 就是每天花太多時間 在社群媒體的APP上面 像我有的時候在手機上面工作啊 然後突然用一用 就開始滑Instagram的動態 就看別人在那邊發美食照啊 或是發美照等等的 雖然我知道這件事情 對我人生一點幫助都沒有 但是我每天還是花很多時間在那上面 而且最恐怖的就是 我們在打開這些社群媒體APP 像是Facebook Twitter 或是Instagram的時候 你不覺得都很像是一種 無意識的反射動作嗎 就是手機在手上 然後你一個黃身 你就突然開始滑Facebook了 像我之前會把Instagram 放入一個比較偏遠的資料夾裡面 想說這樣子會比較難取得 但是結果就是完全沒有用 就是我要滑Instagram的話 我還是會去找到那個APP 所以這個方法對我完全沒有用 然後iPhone裡面有一個螢幕使用時間 你可以進去設定你某一個APP 一天想要用多久的時間 那如果你超過那個時間的話 它就會把你鎖起來 但是這個方式對我來說 有點太僵硬了 例如說我今天到達了一個時速限制 但是我突然有急事 要進去做一些事情的話 我還要手動去解除它的限制 所以這個方法對我來說 又有點不實用 所以今天要來教大家寫一個捷徑 讓你在點開這些社群媒體的APP的時候 問自己一下 我點開這個APP是不是在浪費時間 那這個捷徑寫完之後呢 你可以套用在任何你想要用的APP上面 不管是Line啊 或者是Facebook 任何你覺得你花太多時間在上面的APP 那我自己是使用Instagram 我們來看一下我寫完之後變成什麼樣子 我現在打開Instagram 然後它就會跳出一個視窗上面寫使用原因 下面的回覆是工作或是時間太多 這些文字都是可以客製化的 你可以等一下想一下自己要用哪一些問句啊 或是回覆等等的 那如果我今天是因為工作要用Instagram的話 我就會選工作 那它就會讓我正常的使用Instagram 但是這個時候呢 我加入了一個倒數計時器 就是當我進入這個Instagram的時候 它會自己開始倒數計時20分鐘 因為我想說工作用大概20分鐘就夠了 讓我提醒一下自己 不要去滑一些不重要的東西這樣子 其實我更理想的版本是20分鐘之後 它會自己跳出Instagram 但是現在好像還沒有辦法辦到 我們現在來看看如果我打開Instagram 然後我選我時間太多的話會發生什麼事情 好我們現在打開它 然後又跳出這個使用原因的視窗 這一次呢我選時間太多 然後它就會震動一下 然後開始發出一個不是很悅耳的聲響 我真的非常討厭這個聲音 然後跳出了一個視窗上面寫 不要浪費時間在不重要的事情上面 然後我就選好 那剛才這些東西你都是可以自訂的 例如說你不要聲音啊或是不要震動 然後只是出現一個訊息這樣子 這個方法呢會讓你在點開這些App的時候 好好思考一下自己的時間 是不是應該要花費在這些不重要的事情上面 到底是增加更多的產值呢 或者是讓這個App來操控你 講了那麼多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捷徑要怎麼寫吧 首先呢你要找到你iPhone裡面捷徑這個App 如果你找不到的話 iOS14之後可能會在App資料庫裡面 或者是你要去App Store下載 那我們來把它點開 點開之後呢按一下右上角的加號 我們要新增一個捷徑 那這邊呢就按加入動作 搜尋欄裡面呢 你就搜尋從選單中選擇 把它點進去 點進去之後呢你就會看到提示 然後下面有兩個選項嘛 那提示這一行呢就是你點開這個App的時候 然後你會看到怎樣的提示 可以是一個問句啊 或者是問你使用的原因 那我這邊就選使用原因好了 是 下面兩行文字呢就是你給這個提示的回應 那建議大家在填寫的時候 盡量刻薄一點 然後要提醒自己很容易點進去之後 變成再浪費時間 我第一行還是一樣寫工作 因為我剛才想了一下如果你寫 我想要放鬆一下的話 你會變成你每次點進去你都選 我想放鬆一下 然後第二行呢我就寫 我時間太多 下面呢你就可以開始編寫 你點不同選項之後會出現怎麼樣的反應 那工作倒數計時20分鐘這邊呢 我就要讓它打開Instagram 然後我要倒數計時器 所以就按一下這個加號 然後搜尋打開App 然後把它拖曳到工作倒數計時20分鐘的下面 然後打開這邊有一個選擇嘛 你就點進去然後選Instagram 或者是你想要的App也可以 然後再按一下加號 這一次呢搜尋倒數計時 然後選倒數計時20分鐘 這邊你就可以自己寫你想要多久 例如說你想要5分鐘啊或者20分鐘 那我就選20分鐘 然後把它放到打開Instagram下面 或者是這邊如果你想要讓它出現其他動作 例如說發出一些聲響的話 也可以加在這個下面 接下來呢我們要來編寫我時間太多內欄 這一格就很精彩你可以放任何你想要的東西 那首先呢我們來加入一個振動 在搜尋欄這邊呢就填寫振動 然後加入振動裝置 把它拖曳到我時間太多下面 OK 然後再來搜尋 這一次呢就搜尋顯示提示 然後點一下那個藍色的是否要繼續 然後把它改成你想要的文字 然後我顯示的提示就是 時間應該花費在更值得的事情上面 然後一個生氣的表情 然後按完成 然後把它拖曳到振動裝置下面 其實這樣子就已經差不多完成了 但是如果你想要再加入一個警鈴的聲音的話 我們等一下再講 因為我覺得警鈴那個部分比較麻煩 所以現在我們先做這個比較簡單的版本 然後我們按一下右上角的點點 三個點點 然後這邊呢你就按一下加入主畫面 藍色的加入主畫面 這邊呢你就可以把這個封面 換成你要的那個APP的封面 右邊的名稱呢 你就取成你要的那個APP的名稱 我們就是要把這個東西取代你原本的那個APP 全部都輸入完之後呢 按一下右上角的加入 它就會加入你的主畫面了 那我們來試一下 這邊呢你就點這個Instagram 然後它就會進入捷徑嘛 然後會跳出一個視窗問你使用的原因 那這邊就是我們剛才輸入的 工作倒數20分鐘 我們就選這個 然後它就會 它的倒數計時器就會開始計時了 那如果我們選時間太多的話 它就會震動 然後跳出一個警示 就是時間應該要花費在更值得事情上面 然後我們選好 然後它就會沒有任何動作 這樣子你就成功的避免自己浪費時間 在這些不重要的社群媒體APP上面了 那現在我們來講一下 剛才那邊要怎麼加一些警鈴之類的 那加入警鈴的前半段呢 它會用到我上一次教大家 怎麼換iPhone充電聲的前半段的捷徑 就是它會把你最新的內部影片 轉換成一段音訊的代碼 這個部分你可以先去參考內部影片 我會貼在這邊 那這一次我螢幕錄製的短片 就是直接挑iPhone裡面的警報器的聲音 它在設定裡面的鈴聲 然後我選經典裡面的警報器把它錄下來 然後再用上一次我充電聲的教學裡面的 第一個捷徑把它轉換成Base64的音訊代碼 接著我們再打開 剛才我們已經寫到一半的這個捷徑 這邊再加入一個動作 那我們這一次搜尋文字 然後選文字把它加入 然後把它拖曳到震動裝置下面 這邊你就把它直接貼上 其實這個部分就跟上次我講充電聲的部分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如果你還沒看的話就去看一下 然後文字下面我們再來新增另外一個動作 這一次搜尋Base64 然後加入Base64編碼 然後一樣把它拖曳到這個文字下面 然後藍色的編碼呢把它點進去然後選解碼 它就會變成以Base64解碼文字 接著呢我們再新增一個動作 這一次呢搜尋播放 然後選播放聲音 然後一樣把它拖曳到 這個Base64下面 這個Base64下面 那我解釋一下剛才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是我們螢幕錄製完之後呢 我們用上一部影片寫的這個解鏡 把它轉換成Base64的代碼 那我們現在呢把它貼到這裡面 它會是一串文字嘛 那我們要把它轉成一個聲音 所以我們就用Base64解碼這個聲音的代碼 之後把它播放出來 所以這個完整的版本呢 就是你點了我 時間太多之後呢 它會震動一下裝置 之後它會播放一串警報聲 再出現一個提示 就是時間應該花在更值得的事情上面 那這邊寫完之後呢 跟剛才一樣你也要把它放到桌面 那你就按一下右上角的三個點點 然後按一下中間的加入主畫面 這邊呢你就要把這個圖示 還有它的名稱都改成你要的那個App的樣子 像是如果你是Facebook的話 你就可以上網找一下Facebook的封面 然後把這個App的封面 改成你要的那個App封面 那像我是Instagram 所以我就把它改成Instagram 這樣就可以完整的取代那個App了 那我們按右上角的加入 這樣就完成了 加入桌面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你手機裡面有兩個一模一樣的App 那一個是原本的App 第二個就是你寫的那個捷徑 那記得就要把你原本那個App隱藏起來 這個部分就是只有IOS14才可以做到 就是把它移到App資料庫裡面 然後把它隱藏起來的方式呢 就是先按移除App 然後選移到App資料庫 注意一下喔 這個是IOS14之後才可以喔 好那我們現在來試一下這個寫完之後的版本 那現在使用原因我選工作 然後倒數計時20分鐘 它就會跳入Instagram 然後它就會開始倒數計時20分鐘 我們再點進去一次 然後這一次我選我時間太多 它就震動 然後出現聲響 最後呢它會出現一個提示 時間應該花費在更直接的事情上面好 那我選好 它就不會打開Instagram了 那這邊呢要再提醒大家你在寫捷徑的時候 還是要對自己刻薄一點 不然也會變成沒有用的狀態 那今天的捷徑小教學就到這邊 希望你們都有成功的寫出這個捷徑 也記得要在下面留言區告訴我 你覺得好不好寫啊 或是哪裡需要改進的部分 還有如果你喜歡這類的教學影片的話 也記得要給我一個讚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我才知道你們喜歡這類的影片喔 如果訂閱我的頻道還不夠的話 你也可以去看我的Instagram 我的帳號是AppleMade123 歡迎大家來追蹤喔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